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台灣的立法院打大架,賴清德未上台,已經先嘗試一下丟失立法院的滋味了 另外,IMF和德國的巨企都圍察美國,西門指說離開了中國港能源轉型,完全做不到 台灣立法院打大架可以說是醜出全世界 台灣的立法院起5月17日,因為國會改革法案,上演朝野傳武行 從外媒拍到的照片可見,民藏黨藍立委中佳斌撲到國民黨女立委陳清輝的大腿上,擒抱著她撲到地上 立法院院長韓國瑜站在旁邊一念驚訝 這種醜惡的打架兼不尊重女性的場面,吸引了國際通訊社和很多家外媒進行報道 《發生性視頻》記者拍到這張打架相,獲得英國每日電信報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國家報等外媒放上醒目的位置 另外,《英國獨立報》、《外耳蘭時報》、《瑞士資訊》等媒體都刊發了相關稿件和相片 《路透社》和《英國每日電信報》就這樣寫了 在賴清德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前幾天,台灣立法院陷入了鬥牛 甚至在表決之前,一些立委就在院外互相尖叫推推,隨後就轉入了會議場地 他們的脾氣因激烈的爭執變得暴躁,隨後一湧而上,圍繞立法院院長韓國瑜推推,扭,扭打和互毆 還有立委爬過了一張桌子,將其他立委拉到地板上,場面一片混亂 曖昧除了早就像台灣國會改革法案的來龍去脈進行簡介之外,也有指衝突的場面可能會加劇外界猜測 即是說賴清德未來將會面臨比蔡英文更加艱巨的挑戰,要在就職之後為立法政策爭取支持 台灣議會為什麼打架呢?關鍵是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提出國會改革法案,並將安排5月17日 即是賴清德就職之前三天表決,改改革法案包含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刑法等四大改革案件 這些案件包括第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這部分涉及領導人的國情報告、藐視國會罪、聽證罪、調查權等等 國民黨黨團提出,立法院各委員會、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將得以舉行聽證會 此外,立法院、經過委員會、拒議設立的調查專案小組可以行使調查權 第二,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修了對違反妙視國會和聽證會的刑責 國民黨黨團提出修改刑法,增定妙視國會罪,規定公務員在立法會聽證或受質詢的時候 遇有虛偽的陳述,還會處於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區域為20萬元台幣以下的罰金 第三,立法委員、護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文修正草案 將立法院政府院長的選舉改為記名投票 第四,邀請新任行政院長施政方針報告之前 以立法會之權行使法規定,邀請賴清德 自由立法院就職權相關的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各程報告 執政民進黨提出修訂案,被卡在立法院委員會階段沒有被通過 而控制了議會的國民黨和民眾黨提出的版本付諸表決 結果民進黨立委就發動打大交的方式 意圖阻止法案通過 譬如這樣總結 第一,民進黨控制不了立法院,後患無窮 今年一月台灣大選,外國比較關注民進黨的賴清德 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沒有留意到民進黨雖然保住執政地位 但是就殺去了立法院控制權 在立法院113個席位當中 民進黨未能夠保持上屆取得的個半數席位優勢 以逆數目大減,只有得到51席,少了國民黨的52席 再加上,柯文治的民眾黨得到8席 即是國民黨加民民眾黨控制了60席超過半數 令民進黨在議會裡面變成低腳壓 第二,如今國民黨在賴清德就職之前 先來一個下馬威,要擴大立法院的權力,要通過國會改革法案 這是類似香港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條例 立法院可以舉行聽證會,行使調查權,傳召官員等人出席 公務員在立法院作證受質傷時,如果虛假陳述可被判監一年 立法院又有權傳召台灣地區領導人去做國情報告 國會改革法案如果通過,對政府來說的確是後患無窮 第三,要民進黨繼續玩打架作為立法院進程 即使成功,立法院什麼都做不到,也是一個死局 對台灣政府的施政拖利極大 可以想像,未來台灣的政壇仍然是一個亂局 民進黨只想搞台獨也不容易 想說說,美國強加中國100%美元商品入口關稅 惹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反對 即使美國一力扶持的國際貨幣金融會組織 也都頂不住美國,於5月16日,批評美國政府 決定提高部分對華產品關稅的做法 強調更多的貿易限制可能損害了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 IMF說,比起徵收新的懲罰性關稅 美國維持開放的貿易體系更加符合他自身的利益 IMF發言人科扎克在華盛頓被問及 對拜登政府宣佈中國產品的關稅限制時,他這樣說 他們的觀點是,美國最好保持開放的貿易政策 這樣對美國的經濟表現至關重要 說到底,像IMF那樣的國際組織 雖然由美國操控,但他們是基於國際自由貿易的理念而深 深信貿易對全球有利,眼看著美國毫無道理地 突然走回頭路,走保護主義 隨著徵收針對個別國家產品的關稅,也頂不住要出來批評 IMF第一副總裁戈皮·納特 將於5月26至29日前往北京和中方代表團會面磋商 戈皮·納特之前曾經警告說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集團和中國之間的分歧 危及全球貿易合作和經濟增長 彭博先生說,IMF近來越發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政策對全球的影響 其中包括針對華盛頓不斷攀升的債務水平 針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和產業政策 和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對全球匯率的負面影響 其中一個例子是,4月17日 IMF和世界銀行在華盛頓舉行2024年春季年會 彭博先生說,美國代表團當時原本指望利用這個會議的契機向中國施壓 再吹起那個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 要求中國避免向全球市場傾銷商品 但結果發言在會議上,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美國自己身上 很多國家的目光還不太友好批評美國的貿易政策 報導說,在IMF4月16日發表的年度細經濟指望報告裡 IMF罕有地對美國提出批評,說美國經濟走強的部分原因 是該國預算政策和財政長期的可持續性存在著脫節 IMF說,美國這種做法會帶來短期通脹風險 而且會增加其他經濟體的成本 美國會為全球經濟促進長期的財政和金融失衡風險 換句話說,IMF對美國的高額赤字預算刺激經濟甚有保留 可以說,IMF是從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出發 批評美國的增長不可持續 批評它對華加關稅可能會損害全球的貿易和經濟增長 和IMF的看法相近的還有德國的大企業 外媒於5月16日報導,西門子能源公司總裁布魯克表示 歐洲無人發起無中供應情況下製造風力渦輪基 能源轉型也離不開中國,美國、歐洲和中國的貿易關係也緊張 美國自己提高了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 在美國推動下,歐盟也啟動了對中國電動車、風力渦輪基等商品 進行反補貼調查 但西門子能源總裁布魯克就說,他最不願意支持的 就是離開中國市場,或者所謂對華去風險化 西門子在歐洲兩地之間建立了富有成效,而且幫我迴避的聯繫 試圖在沒有中國供應的情況下製造風力渦輪基幾乎是不可能的 離開中國進行兩源轉型也行不通的 布魯克說他不支持封閉歐洲市場,但他贊同制定明確的市場規則 以為中國風力渦輪基製造商在銷售產品時遵守跟歐洲公司相同的標準 他認為他們需要就公司怎樣融資,怎樣獲得擔保,支付什麼費用等方面 確立明確的規則,需要某種程度上大家都保持一致 儘管西門子能源,其中的銷售額只是佔到其中的銷售額一個小部分 但他的風力發電業務也不完全依賴中國出口的稀土和永磁體 德國汽車巨伎也有類似西門子的觀點,寶馬集團董事長齊普策敦促歐盟 千萬不要對中國電動汽車用關稅的手段,否則可能會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齊普策說全球化運作能夠令主要汽車製造商建立行業優勢 但是加徵進口關稅就很容易危及這個優勢 他還說歐盟委員會去年發布的綠色協議產業計劃 將會確保歐盟在減少碳排放和開發減碳技術方面居領先地位 但是加徵關稅將會對這件事造成破壞 如果沒有中國的資源,歐洲是不可能實現綠色產業目標的 另外,梅翠德斯平致集團的董事會主席康林松之前也呼籲歐盟下調對華電動車的關稅 從他看上來,與中國車企競爭將有助於歐洲的汽車業生產出更好的汽車 歐盟選擇保護主義是走錯路了 他主張開放市場經濟,讓競爭結果說明一切 另外,法國汽車製造商雷諾集團的CEO盧卡德梅奧說 歐洲在轉過程中需要保護自己的市場,但也需要與領先一代的中國車企合作 完全關閉對華大門做高透頂 可以這樣總結,第一,連親美的IMF也大力批評沒有對華增加關稅的行為 可見美國是如何違反全球堅信了幾十年的自由貿易規則 第二,無論是西門子、寶馬或是平治都認為不能夠撤斷對華的商務聯繫 否則西方企業終於因為缺乏競爭而衰退 而西方缺乏中國產品也沒有辦法性能源轉型 另外,在石頭台示範評我講到 提多給美國禁制就開展法律戰,最近再添一種新挑戰力量 提多個內容創作者聯合起來起訴美國聯邦政府質疑法案威脅言論自由 歡迎訂戶去石頭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頭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頭台有很多獨家內容,例如是財經類別 有六宇人金融Hi-T和上風的投資攻略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頭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更多節目 多謝大家